中美建交42年 那我想提到一个特殊的年份 就是1979年 世界发生了两大事件 第一件事件呢是德黑兰事件 伊朗激进的学生冲进美国使馆 扣留美国52名人 只达444天 爆发了伊斯兰革命 那个美伊断交 直到今天伊朗依然面临着美国 十分严厉的经济制裁 我和王文院长都去过德黑兰 看到那里的经济非常的调皮 一眼难尽 用四个字形容叫惨不忍睹 头一年 Exactly the same year 中美建交 是卡特总统执政时期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 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 当然这件事情可以始于1972年 尼克松访华 我有幸采访了卡特总统三次 提醒大家的是 卡特总统的生日是10月1号 10月1号 那么这42年呢 我们用往往以前用几个 用几个形容词来形容 或定义中美关系 但今天还得重新定义了 以前我们叫 非敌非友 斗而不破 一会我要 请徐永财老师讲的是 中美关系之间 是不是经贸还依然是压藏实 那么 这一年 197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 让这两个国家 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一个呢 经济显然是非常的惨不忍睹 至今还因为6加1的问题 跟拜登政府讨论是不要重返 伊朗契合问题 那么 中国大家都知道 这42年 天翻地覆的变化 我们改变了自己 也因此改变了世界 那么中美关系 今天被定性为是 国际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也是最复杂的双边关系 我们指望拜登政府当选之后呢 能够reset 就重置中美关系 但是 现在的公众的情绪 普遍的舆论 学界 政界 国际社会 都持比较悲观的看法 这个贸易战可能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会完全摒弃 川普时期的 这个关税战 然后呢 不仅这个贸易战方性为爱 可能 科技要切割 尤其是拜登政府 要重建 所谓的价值观的联盟 要修复它的双边 和多边关系 重返所谓的多边主义 这个我们看到 最近的 Ankle H Alaska 中美第一次 在拜登政府的 高级别会晤 开场白相当精彩 我们不吃那一套 于是成了网上的金句 那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其实呢 双方认为 该合作的地方合作 该竞争的地方竞争 该对抗的地方对抗 这是美方 对中美双边关系 给予的一个简单的看法 那么怎么去合作 怎么去竞争 如何对抗 是否我们能避免热战的爆发 有一次在香山论坛上 那是继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 我们叫南乡会 就是在新加坡举行的会上 这个 当时我采访过叫大楼 中国处的原处长 他说不要担心 杨瑞先生 中美两军之间 依然保持正常的对话 我当时将信将疑 那么在这个 北乡会 叫香山对话会 也是军科院 主办的一个对话会上的 我听这个 WYWS 就是这个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的 这个主办方 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的人 那个叫 名字我忘了 我这个对话完之后 我就走近他 我说 哥们 你怎么看中美两军关系 他就甩下了一句话就走了 幸好没有爆发热战 Fortunately hostilities failed to break out between the two militaries 好 我的开场白不能太 太多 因为主要的话筒时间 主要的发言 要交给三位非常杰出的 这几十年来目睹了中美关系 深深地卷入到中美的经贸关系 政治关系 以及民间往来 各种论坛 到处能见到他们的声音 在各种讲坛上 到处都能见到他们的声音 听到他们的发音 而特别是最近 高志凯先生接受BBC采访最近 他的有名的咆哮 引起了整个网上一片哗然 在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 他拍案而起 当然没有腐朽而去 坚决驳斥了BBC为代表的西方媒体 对新疆不实报道 好 接下来呢 有请三位嘉宾进行开场 每人十分钟的开场白 我们先请徐老师 因为我刚才提到了 是不是中美关系 依然可以用经济来作为压藏石 但实际上 在相隔离的安全对话会上 我听到一位军方代表 国籍不明跟我讲 实际上 Ironically 中美的两军关系 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藏石 我听了之后 倒戏一口凉气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relief 所以呢 有请熊才老师 就中美经贸关系 是否能够继续稳定 双边极不确定的 这样的最重要的关系 有请十分钟 谢谢 谢谢耶路中心的邀请啊 在这里面和大家分享观点 十分荣幸 也是一个挑战 那么但是呢 我呢 可能和大家呢 很多人的不印象呢 感觉不一样 我觉得这一次 就是阿拉斯加对话以后呢 反而对中美关系呢 我感到有信心了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既然 大家都知根知底了 量民太多了 执修部啊 这个修修大达的 这些执修部已经没了 那么实际上呢 大家呢 就是刚才这个 杨瑞先生所讲到的 也就是布林肯先生 所提到的三个方面 我们应该 竞争的地方要竞争 可能合作的地方 展开合作 必须 对抗的地方 我们要进行对抗 这样子讲的 比较准确一点 那么实际上 大家都知道 竞争合作 对抗 这三个方面 可以概括 中美之间的关系 那么未来 大家也希望呢 就是 特别是中国 我们还是希望 要管控风险 把这个冲突啊 给它尽可能的 最小化 另外的话呢 就是竞争 也是希望 是一种基于规则的 公平的竞争 合作呢 尽可能把这个蛋糕 给它做大一点 那么也是 基于规则的合作 互利共赢的合作 那么当然的话 这个呢 也不是 是由你一厢情愿 所能决定的 那么实际上 中美关系呢 我个人认为 作为国际关系中 最重要的 或者说是最复杂的 在当前 即未来一个时期 这样一个关系 但是实际上呢 分成三个方面 第一就是 物质利益层面 也就是经济层面 实际上 我们有共同的利益 那么大家看到呢 就是中美之间的 贸易量啊 即便从 特朗普 掀起 单方面的挑起 中美贸易战以来 中美之间的 这个贸易的逆差 现在这个情况啊 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在过去的一年里面 我们之间的贸易 这个逆差不平衡 反而扩大了 这是一个事实 说明 用这个加征关税的办法 看来是要不对证 那么第二个方面 就是价值观层面的 那么中西方的价值观啊 尖锐的对立 从短期看来 没有协调的可能 你改变不了我 我也改变不了你 但是大家都亮明态度了 我们中国不吃这一套 并不认为你美国的这个价值观 就是普世价值 当然你中国特色的这种模式道路 美国也不认可 另外一个呢 就是地缘政治层面 大家看到 这个中美之间的这种博弈 那么特别是在亚太地区 那么实际上这三个方面呢 是相互关联的 并不是孤立的 那么未来呢 我认为呢 这个经贸合作作为传统的压仓石的地位啊 我觉得会有所恢复 可能会起到一个半个压仓石的作用 这是完全可能的 当然事在人为我还是这句话 在科技方面呢 现在是深刻的裂痕 这背后呢 也是大国之间的博弈力量对比使然 中国现在制造业的增加值超过了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而且中国致力于这个创新驱动 所以在很多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 美国肯定会不遗余力进行唯独打压 而且已经看出来他这联合其盟友共同围斗中国 这一点是毫不动摇的 那么在人权呢 价值观呢 那么涉及到一些具体的 像涉疆的问题 台海的问题 还有这个香港的问题 等等吧 这些方面呢 我们是尖锐的对立 因为坦率地讲 过去一年美国国内的这种严重的分裂呀 他自身的治理 暴露出来一些短板 那么因此我们中国也有理由 有底气指责 你美国自己管的也不咋地 你没有 没有这个能力来对我们挑三拣四 对我们说三道四 那么相比之下 我们在应对疫情的过程当中 中国的疫情的控制 乃至后来的复工复产经济的恢复正常化 都是可圈可点的 所以我们有这个 有这个底细和信心 当然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呢 大家看到呢 现在暂时还是停滞在这儿呢 但是从他新上任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 代表来说 这个短期内他不可能单方面的 这个降低关税了 他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个呢也是特朗普为他们做了铺垫 他应该感谢特朗普 但是中国在过去几年里面 我们是主动扩大开放 而且是主动的降低了进口关税的 同时呢 在推行负面清单加 这个准肉钱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 管理制度方面 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业的开放方面 我们是快马加贬的 这个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包括呢 这个落实外商投资法 以及这个 还有这个市场准肉 等等这些方方面面 那么因此 表现出来的 他们吸引外资 这个FDI和对外的投资 ODI投资 我们去年都是逆势上扬的 那么预期呢 今年的话 中国经济可能会增长 我个人预期8.5%的增长 去年我们2.3%的增长 是全球一直独秀的 当然今年疫情得到控制以后 我预期美国的经济 可能会反弹6% 也是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 这个对全球来说 这是一个好事 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两大火车头都起来了 那么会拉动全球的需求 因此从近期的大众商品价格 来看是上涨的 而且从美元的近期走势看 也是升值的 那么下一步 美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 大家看到还会加码 特别是近期 这个拜登出台了一系列的 这个刺激经济的政策 主要是 一个是这个扩大就业 主要通过投资拉动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提高这个税收 税制改革 这两个方面 那么扩大投资这一块 实际上呢 是要解决 它这个经济增长的 动力的问题 当然我觉得很多方面 和我们中国有相通之处啊 比如在传统的基建方面 这个道路桥梁啊 这些交通基础设施 通信基础设施 它投资要扩大 另外在民生领域的 这些投资 改善人民生活方面 也是扩大投资 还有呢 就是在制造业技术的进步 转型升级这一块 它要对抗中国的 未来的 科技方面的挑战 也是扩大投资的 但是钱从哪来呢 因为过去几年 大家看到美国 已经债台高筑啊 银池卯粮啊 威与雷卵 实行低利率 接近于零利率 美国联邦出 联邦基金市场利率 一直维持在 零到0.25%之间 那么欧洲 日本都是负利率 我觉得呢 未来呢 这个低利率的环境 还会延续 那么因此呢 对全球金融体系呢 会产生一定的 负面的益处效应 特别是美国 扩大投资以后 坦率地讲 它这个 实际上呢 这个将来资金流入美国啊 可能对新兴经济体 特别是脆弱性的 一些发展中国家 金融市场会有一定的 负面影响 对此呢 大家保持高度的关注 那么当然 他解决了钱的问题啊 一个呢 是个印钞票 是发债 对吧 宽松的货币政策 要配合 另一方面 就是要加征税收 因为特朗普呢 已经把原来的 这个企业所得税呢 从35% 下调到21% 现在呢 他折中一下 又给他提升到28% 那实际上还是比我们中国高一点 我们25% 另外的话呢 他希望跨国公司啊 能够回来 回到美国本头 所以呢 他加强 对 这个一些 避税天堂啊 加强监管 所以全球的资本流动 汇率的波动啊 未来啊 会加剧 另外的话呢 就是 美元的这种 升值啊 我觉得也是 短期看 是一个倾向 但是呢 中长期看 它是个贬值的趋势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 他积极的财政政策 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 这个财政赤字 赤字力上升 另外的话呢 贸易失衡 加剧 所以他这两个 所谓双赤字啊 这个不平衡会加剧 实际上会削弱 美元的这个 这个强势美元的 这个作用 这个阻势 那么 因此呢 未来的这个形势啊 我觉得 总体来看呢 就是对中国而言呢 在今年的这种 美国扩张性的政策 推动之下呢 实际上呢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机会窗口 那么我们可以扩大出口 所以今年全 中国的经济啊 我预期是8.5% 但是 一分钟 所以呢 这个当然我们平均而言 两年平均下来 今年8.5 去年2.3 我们5点多 美国今年即便6% 去年是负的3%以上 所以一加一减 加在一起除一二 平均下来也不到2% 所以总体来看 中国经济呢 保持一个平稳向好 未来美国啊 他还是要依靠 跟中国合作 而且是中国的 这种开放的势头 对欧洲 对日本 对其他 对东盟 其他的这些 合作伙伴 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那么美国的这些工商企业 金融机构啊 他不一定 听拜登的指挥棒 他会呢 有利益驱动 还要和中国展开合作 所以 我回答杨锐先生的提问啊 这个经贸合作啊 在一定程度上 还会保持 一个压仓石的地位 中美之间未来的关系啊 我还是持 审慎乐观的态度 就是 我们要努力 把这个可能合作的地方 把这个蛋糕做大 把这个必须对抗的地方 给它管控住风险 把应该竞争的地方 我们公平竞争 建立一个合理的国际规则 谢谢 好 感谢徐老师 我的总结啊 就徐老师就是 呼吁大家要 cautiously optimistic 要谨慎的乐观 那么民间或者是 学界有一种共识 就中美之间 实际上 大家要做的是要止损 to limit and manage the damage 好 接下来呢 请人大程庄金融研究院的 执行院长 王文院长呢 在您发表十分钟的 开篇词之前 我记得不久前 我们在一起 一个线下的聚会 您说 中国的崛起和美国的衰落 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好 不知道您是否围绕 这个可以展开 anyway ten minutes 好 谢谢 谢谢杨卫老师 谢谢这个 耶鲁中心的邀请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期的一些新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 中美的紧张关系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 都会成为一个常态 所以我们不得不适应它 我觉得 如果现在还幻想 说中美关系再回到过去 我认为那是一种幻想 那也是一种 不切实际的预判 现在所能想的 就是另外一个层面上 看待这个问题 我觉得在中长期里面 中美保持着一个紧张的新常态 其实并不可怕 也不是什么 完全是坏事 为什么这么讲呢 我有三个论据 第一个呢 就是我认为过去的四年 这个拜登以前的 这个特朗普的四年 对于中国来讲 我觉得从长期看 不是一个坏事 当然 中美人文受到 这个阻碍 这个贸易战等等 多少有点紧张的关系 让我们心里好像受到冲击 但大家一定想一下 我们至少中国获得了三个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这个收获 第一个收获呢 就是特朗普简直就是一个 非常好的思想政治课的老师 彻彻底底地教了中国人 怎么样去看待国际社会 用杨洁篪主任话地说 我们过去把你们想太好了 我们过去也把国际社会 想得太好了 以为我们强大了以后 国际社会好像都是完全欢迎的 突然发现 当一个国家强大 就好像一个班级里面 一个学生过去是岔身 突然间一年以后 两年以后 立刻成为优等身了 那些同学们可能对他 又有很多抱怨 很多异样的眼光 美国实际上是 过去那个学霸 对他抱怨那个眼光里面 最重要的那一个 那我们突然发现 这个国际社会的残酷性 我们过去四年认识到了 体会到了 第二呢 就是我们对于美国 泛起了幻想 过去我们真的把美国 想得太好了 连翻译都翻译得很好 这是我儿子教我的 我儿子曾经问了我一个 我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他说爸爸 你不做中美人文研究吗 我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要叫他叫美国呀 我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为什么要叫他 Beautiful Country呀 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前辈 我的前辈们 我们的前辈们 一百年过去 一度的时候 这个美国刚成立的时候 我们有把它称为叫米国 或者叫阿美利家国 那过去多那么翻译呢 什么时候把它翻译成 美利的国家呀 那是因为我们 从五四运动以后 相当多的知识分子 开始幻想着 这个国家 是非常非常好的 当然它一度也真的非常好 但突然发现现在 原来这个国家 很多时候的下限 超过我们的想象 所以我们突然发现 当然耶鲁是非常好的 这个 但是这个国家 你突然发现 它是两面的 它是善的化身 它做了很多很好的事 但同样 它是人类和国家邪恶的化身 真的 它干了太多坏事了 你杀了阿富汗那么多人 杀了伊拉克那么多人 杀了中东那么多人 干了那么多坏事 过去我们把它坏的那边 想得太少了 对吧 这次过去四年 我们哎呀 就像我们全中国人民的 美国观的一次吸引 第三个更重要 就突然发现 这个紧张关系 让中国老百姓 人民变得更加的团结 尤其这是疫情 你看过去的四年里面 我觉得我认为 自由主义是很好的 一种思潮 但是有一些公知的 自由主义的思潮 虚无的自由主义 我认为是不对的 你泛泛地讲 虚无自由主义 那是不对的 泛泛地讲民主 讲自由 那我认为是虚无 就像历史虚无主义一样 所以我认为 过去的四年的 这种紧张关系 的的确让中国人 会变得更加团结 更加成熟 所以 未来 未来会怎么样 我觉得 现在中美之间 到了一个决定 强弱 最新状况的 前夜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中美关系 刚才我非常同意 徐老师的想法 中美关系 它跟美术关系 不一样的 美国和苏联关系 当年冷战的时候 它是生死关系 生和死 有你就没我 最后苏联死了 对吧 中美之间的关系 不如生死关系 中美之间的关系 强弱关系 谁强谁弱 所以现在呢 我觉得 未来的十年到二十年 就是决定强和弱的 新的这个 这个结局的 一个开端阶段 我不认为 中国百分之百都会赢 但是我认为 中国会更强超过美国 的赢面更大 概率更大 我说这个话呢 是希望我们每个人 都应该借交借照 2011年的时候 中国的制造也超过美国 2013年的时候 中国的贸易总量超过美国 2019年的时候 中国的这个 申请的专利数量超过美国 2020年 我们每个人都做出了贡献 每个人做出贡献 有一个非常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超过美国 第一 就是电影票盘的 总量超过美国 第二是我们的消费总量 我们日用品 社会消费品的总量 超过美国 所以如果再给中国 五年到八年的时间 我们的GDP 大概率时间 应该是能超过美国的 然后再给中国 大概十年到十五年左右 我们的区域的军事力量 应该可以超过美国 或者区域是 西太平洋一样 并不是全球范围 那么再给中国 20到30年左右时间 我觉得我们的人民币 国际化 当然也有人曾经判断 数字货币的起来 可能人民币赶上 赶超美元的时间 可能正在缩短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 中国的赢面更大一点 这点是我对我的祖国 当然有更多的信心 当然我也并不 并不能说好像必赢 没有那么骄傲 所以未来我觉得 中美之间的保持这种 紧张的关系也不错 至少勉励我们 勉励我们的90后 我的学生90后 00后的学生 我经常跟他们说 我说老师的退休金 还要靠你们养呢 你们如果不努力 你们那么佛系 这个岁月尽好 那怎么行啊 中国我去了俄罗斯N多次啊 十几年前去俄罗斯的时候 那时候的俄罗斯的教授的工资 跟我们的差不多 大概也就七八千块钱 六七千块钱 现在我们的工资 已经高了好多倍了 十几年过去了 他们的工资还是那么低 80年代的教授 苏联当时的教授 真的到了90年代 00以后 00年以后 那很多苏联的当时的教授 还真是拿不到退休金了 国家垮台了 那是因为年轻人不努力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四单的紧张关系 对于中国老百姓 中国下一代来讲 会促使他们更加努力 更加的 更加的为这个国家民族 崛起去奋斗去 不要说越尽好 没有佛系 还要努努力力的 借交借造的 勤奋的 勤劲恳恳的 再工作很多年 所以我的结论呢 就是 我们改 恐怕历史的规律啊 恐怕大国竞争和博弈的规律啊 有的时候可能很难摆脱 两国的紧张很难摆脱 庆幸的是 中美目前的紧张关系 仍然是低劣度的 非常低的 你相比于美苏之间 相比于 哪怕相比于 二十年前 普京上台以后的 美俄之间的关系 我们研究院曾经做过一个报告 就是我们把 过去二十年 美国和俄罗斯的 美国怎么整俄罗斯的 我们突然发现 他用了六十多招整俄罗斯 一半还没有用到中国身上 真的 只用了一半 什么贸易战啊 什么关闭一个总领馆啊 那都是才 前一半 后一半 你比如说暗杀 比如说 比如说金融的 遏制制裁 比如说 直接把你的资产没收 再比如说 污蔑 以国家力量 污蔑 一国领导人 等等 大量的事情 那都做 用到俄罗斯身上 我没用到中国身上 从这层面上 我还是比较 appreciate 美国现在还是 至少保持理性 但我不排除 更多的可能性 美国还会更加 对中国 但至少 目前还是低劣度的 相比于美苏 那就更加了 美苏当时的核威慑 对吧 大搞暗杀 大搞这个情报战 间谍战 还是低劣度的 我们低劣度 只是在软政治层面上 贸易啊 人文啊 这些 当然这个很正常的嘛 大国博弈 哪能不打点 不吵吵闹闹闹呢 所以我认为 我们可能 不一定那么努力 那么有那么大的力量 去改变这个历史规律 当然我们可以 让这个历史规律 发生的震担性 变得更加弱一点 就像刚才徐老师这样的 管控分歧 所以我们要适应 这个紧张关系 那怎么办呢 最后一点就是说 每一个人我认为 都可以做出很多贡献 比如说 我们在座各位 都有我们的美国朋友 我们都可以跟他们交朋友 我们每个人 多交一个朋友 就少去国家层面上的 多一个敌人 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讲一些理性的话 那么我认为 两个国家 气氛层面上 也会好一点 我们每个人的 心理承受能力更强 也就不会因为 这种紧张关系 而大惊小怪 所以总而言之 我也赞同徐老师的看法 就是审慎乐观 谢谢 记得在上外的时候 我们那个 一位静度老师说 Never say never 实际上换句话说 就是 cautiously optimistic 别把话说得太绝 我们都没有看到 这个 那么那么的绝望 接下来呢 高志凯先生 他是耶鲁大学 法学院的博士 耶鲁大学呢 毕业了两位优秀的 美国政治家 一位是克林顿先生 一位是他太太希拉里 是不是在那个时候 他们俩的first dating 我不知道 反正这个 在克林顿政府期间 美国政府实现了 把人权与贸易追惠国 待遇MFN给分开 也是在希拉里 担任国务卿的时候呢 美国政府和国务院 给了中国十年 多次往返的签证 应该说我们有理由 感谢这对耶鲁的 这个学霸和校友 今天尽管中美关系很紧张 我还是替志凯兄 简单地提了两位 优秀的 杰出的耶鲁的校友 那么接下来有请 Victor Gao 谢谢杨老师 感谢在场的 各位嘉宾朋友 各位亲朋好友们 我看到很多好朋友 然后呢 这个也看到很多 耶鲁的校友 向大家表示感谢 也感谢网上的 这个耶鲁的校友 或者耶鲁的朋友们 我本人在耶鲁 读了四年书 是我人生的 最辉煌的时刻 所以今天回到耶鲁中心 真的像 这个Carol刚才讲到的 是回到了家 我们现在 这个谁都在谈 中美关系 这个问题很复杂 而且呢 牵动了全身 不仅中国在谈 美国人也在谈 全世界好像都在谈 这个我最近提了一个词 叫拜登总统的 耶鲁军团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看 哎呦 拜登总统 他的内阁里边 有七位是 耶鲁本科毕业 或者耶鲁法学院毕业的 我跟大家简单的讲 你比如说 这个Jake Sullivan 是吧 来过这儿 就在这儿讲过 我们有很多耶鲁的校友 跟他都有过走动 他是拜登 现在的国家安全顾问 是吧 国家安全顾问 他在耶鲁读的本科 耶鲁法学院拿的法学博士 你比如说John Kerry 他是美国总统的 气候变化的特使 你比如说 那个现在的财政部长 叫耶伦女士 他原来是做美联储的主席 做得非常好 但是这个 特朗普总统竟然说 这个女的怎么这么矮啊 他怎么能够做美联储主席呢 就没有给他续任 你说怎么会有这种事 我真没想到美国能够做出这样的愚蠢的决定 幸亏拜登至少做了一个很英明的决定 把耶鲁女士认为美国的财政部长 以后我们去美国拿到美钞 我们中国人还把它叫美金 你可以仔细一看 上面有耶鲁女士的签字 等等 这个非常有意思 另外你比如说 这个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部门 叫预算管理部 这个部门很重要 他的局长部长也是耶鲁的校友 所以总的来说 至少七个部长级的是耶鲁的 另外呢 我再看了一下 他的常务副部长 副部长之类的 有至少二十多个都是耶鲁的 所以我提了个概念 说我们中国啊 你别跟美国这个处理问题简单化 应该知己知彼 应该仔细地看一看 耶鲁军团 就是耶鲁的校友们 在拜登政府里边 他到底是谁 扮演了什么角色 我说这个 至少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 当然他们在为美国政府校劳 我至少在国内 我们的那个更多的是为国内校劳 但是我看了一下 这个耶鲁军团 这些耶鲁的毕业生 至少有一个 第一个 他都是认认真真的 做学问啊 做事业啊等等 他不像特朗普总统身边的那些人 你比如说纳巴尔 哇这什么人啊 这个人到任何一个大学去 当老师都不会被引进校门的 你说这个 这个Steve Bannon这样的人 这种人品就有问题 他怎么能够参与世界最大的 唯一的超级大国的 里面去掌控着这么重要的一个机器 所以我觉得至少这一点 我有信心 有这么多的耶鲁的校友 在拜登政府里边 第一个我感谢拜登总统啊 他能够有有英明的判断 另外我真的也是希望我这些校友啊 有些我认识 有些我还不认识啊 只知其名 不知其身的这样的人呢 能够用他的 刚才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的耶鲁中心也是说的 叫真理与光明啊 你对中美关系 你要知道真理在哪 光明在哪 这个非常的重要啊 所以这个是一条 大家可以看一看我说的那个 拜登总统的耶鲁军团这个概念 我再讲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中美关系啊 刚才大家都讲的很重要 我非常欣赏这个王老师 徐老师的观点啊 我跟杨老师也是很多年的这个这个关系 我最近总结了一条 这是处理中美关系的三个选项 我们一定要选好 不能选错 第一个选项就是啊 你死我活 哎呦 这是我们的成语啊 就是我说中美之间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如果说以你死我活为追求目标的话 第一个不可能 什么意思呢 美国不可能把中国逼到 他活了 我死了 做不到 中国呢也不可能把美国逼死 然后中国还活着 做不到 所以呢 第一个不可能也没有意义 你说中国把美国逼死了 我活着有什么意义呢 美国把中国逼死了 他活着也没有意义 所以第一个选项啊 中美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 这个很重要很重要 我们国内有些时候想问题 有时候把很多事就揉在一块 就搞不清楚 哎呦 这个走下去是你死我活的这个事啊 不现实 中国没有必要去考虑 跟美国做你死我活 我在国内任何场合 我说这是你死我活的追求 不现实的 第二个 大家听我仔细的说 就是你死我亡 哎呀 如果中国美国啊 最后是以你死我亡为选项 第一 大家听我说 第一个对不起我们五千年分明的中国 中华民主 也对不起只有三四百年 这个美利坚合众国 不管你叫他美国 还是叫美国啊 等等 都死了 都亡了 那又什么样呢 我原来在耶鲁读的是哲学博士啊 是读政治系的 而因为战后 好像是耶鲁的学者提出一个观念 叫MAD MAD 疯狂 也就是说 双方确保的互相摧毁 你说这有什么意思 英文叫Mutually Assured Distraction 对 三个单词的首字 我们叫MAD 疯狂 对 这个呢 你听我说 在中美之间 只有极少数极少数的 极个别的情况 中国要追求你死我亡 就是MAD 美国也会追求你死我亡 除此之外 你说中国美国这么两个伟大的民族美大的国家 去追求什么你死我亡呢 所以我一直说中美之间你死我亡不是选项 第三个 这就意味着什么呢 中美之间只有一个选项是合理的 这就是说 你生我活 就你也活 我也活 这就回到了我们今天晚上这个 seminar或者webinar的这个题目 叫Live and Let Live 就是我要活 你也让我活吧 你要活 为了让你活吧 就中美之间啊 大家听我说 我是考虑了很多年 我才悟出这三个选项的 我很有幸八十年代我在最高领导人身边啊 对杨洁篪 这次在阿拉雅 杨洁篪曾经是我的顶头上司 他是我的英文处处长 哎呀 这个张 张金女士做翻译啊 原来我就是做这样的翻译的 我很有幸 我从尼克松前总统以后 历届的美国总统我都认识 我都跟他们服务过或者接触过 除了三个我没接触过 一个就是福特总统 他是我们耶鲁的校友 我跟他有书信来往啊 等等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特隆普总统 我也真的不想再见他啊 这个 然后第三个就是现任的拜登总统 我希望 我有机会能够见到他 等等 我仔细地听了这个拜登总统 最近第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说 他说中国有个目标要超过美国 然后他说我告诉你 在我任期之内 中国是超不过美国的 然后我们国内有不同的解读 我那天接受外电采访 他就问我这个事 你觉得拜登说的对还是不对 我说哎哟 他说如果拜登只干一届 就是2021年到2025年啊 那我觉得他也许是真的对了 但是我希望他能干两届啊 他能够2025年再干一届到2029年啊 如果干到2029年的话呢 对不起 那可能他这个时间下不到了 就达不到了啊 对 马上就结束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中美之间 一个是能够好好的过日子啊 live and let live 另外一个 我想说一下 我们老是说中美关系有竞争的 然后有对抗的等等 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啊 不一定是一个竞争的关系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讲 如果说姚明先生来了 他二名二八 回头咱们继续展开 对不起 我来打算 可以 我最初先讲到这 感谢大家 好 我觉得学法律的咱们在推销一款 这个中国的药品 叫慎宝 你好我才好 live and let live 中国中美是一种那个命运共同体 是吧 一句玩笑 这个 我先从 我们现在开始一个brainstorming 好吧 还是从徐老师开始 经贸是不是压仓 是先摆在一边 不要太宏大叙事 我们就说美金 顾名思义 美和金 青春年代初呢 我们知道这个美元 与金本位脱钩了 于是就有一种理论 实际上美元作为国家信用 主权之上的一个货币 他经过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 已经失去了他大部分的国家信用 那靠什么还维持着这个世界的金融秩序的霸主地位 以至于长臂管辖动辄用swift来惩罚打击于伊朗做生意的国家 然后当然还有我们很多中国的这个公司不幸躺枪 这个美金 美元就代表着golden standard吗 这个Bretton Woods是作为战后金融秩序的一个foundation 有了IMF跟World Bank这两大币榜 但实际上我们在越加质疑 尤其是六加伊朗 这个去和谈判到今天 动辄挥舞大棒 尤其是美元来去制裁 包括自己的盟友和伙伴 欧洲的一些的跨国公司 让人很不爽 所以欧盟也在考虑采用自己的这个swift来进行欧元全球贸易的结算 当然中国在上海自贸区已经开始对石油期货采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 那么中国跟伊朗跟俄罗斯的大宗的商品的交易 恐怕也都是这个闹动了这个currency swap schemes 这个货币交换 可能还是一货等等的 都在绕开美元为代表的这个战后金融秩序 这样的一种很霸气霸凌的这种做法 那我想请问一下徐教授 这个能做到吗 美元还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的支付货币和储蓄货币 911发生之后 前美国联邦储并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Alan Greenspan 在苏黎世开完会飞机上突然听到911的这个噩耗 他首先脑子里想的两件事 这是我看他的自传 头一也想到说到的 第一件是不是他的太太 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Whether she happened to be in one of the Twin Towers 是不是在世贸中心其中一个大陆镜的采访 那人就惨了 第二 美国的Global Payment System 美国全球的支付系统 是不是受到了911恐怖分子的袭击 可见美元为代表的全球支付系统 支撑着美国的霸主地位 是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 那么徐老师请讲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这个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呢 这个美元是个黄金挂钩的 1盎司黄金值35美元 到了70年代初的时候呢 71年73年两次啊 到73年就彻底的就脱钩了 70年代呢 又经历了这个两次石油危机 其实在60年代呢 当时呢就有人提出 就是所谓的特立分难题 就是所谓呢 一个主权国家货币充当国际货币啊 他有内在的矛盾 一方面呢 他这个 他要输出货币 他必须输出货币 那么全球才有流动性 但是另一方面 他过多的输出货币呢 他这个货币就要贬值啊 他自身的这种双赤字啊 前面我也提到的啊 那么他不断地贬值 那么实际上呢 后来搞了所谓的浮动汇率制度呢 一直到现在啊 美元一直是在长期趋势是贬值的 我前面也讲到了 但是短期的不排除 他有一点反弹 有一点甚至 那么作为一个信用货币呢 大家都相信这个东西 作为一个基准 那么在商品交易 投资 还有储备货币 这几个方面呢 现在美元依然是世界第一 那么当然美国的经济地位是下降了 现在的话只有23%了 我们中国提升到17%了 但是人民币作为 国际商品贸易的交易的结算货币 投资的货币和储备货币 如何来看人民币发挥的作用 也就是在2%多一点 我们GDP占全球17% 贸易占13% 是投资大国贸易大国 但是呢货币发挥的作用是不象征的 那么所以这个呢 也是有特殊原因的 就是美国呢 这个本身的这个科技 经济 尊实的实力 方方面面综合的国力 摆在这 再加上这个历史的 这个惯性 所以从短期来看呢 看不到美元崩溃的迹象 我也是实事求实地讲 即便1999年欧元 单身以后 实际上欧元现在也是充当了 一个第二国际储备货币的角色 它也难以 单独的和美元抗衡 那么 当然08年金融危机呢 暴露出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了 所以大家希望呢 未来呢 应该朝着一个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 方向发展 但是 很难呢 改革 比如 MF的改革 世界银行的改革等等 新型经济体发展的国家 地位在提升 比如 这个2016年10月1号 SDR 这个改革以后 给了中国 特别提款权 就是MF的特别提款权 对 给了我们10.92%的比重 但是我们 五年过去了 我们发货的作用还在2点多 给你也没用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特殊原因 再加上现在 全球金融体系 特别支付结算体系 比如这个Swift 这个结算体系 所有的这个资金管道 都是由美国人控制的 对吧 它可以掐断你 那你的资金流动 就断了 那因此你的贸易 投资活动 就断了 所以呢 这个呢 我觉得还需要时间 短期内呢 讲这个事啊 这个大家都有这种担忧 那么但是呢 很难 未来的方向 我觉得 我寄希望于 通过30年的努力 等我们第二个 本年奋斗目标实现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经济实力 大幅度提升 我估计2030年 我们GDP超过美国 好 薛老师 我看 高智凯老师 已经一再举手 有话要说 你可以查一下 你是不是想跟他讲 我不吃你那一套 不是 先问一下 您作为高翻 那个外卓部翻译师 对 我不吃你这一套的英语 怎么翻比较好 对 我马上回答你 我觉得杨老师 刚才提的美元和美金 这个题目 非常有意思 我曾经在 华尔街日报 发表过一篇 OpEd 专门写美元和美金 而且我记得很清楚 在那一天啊 它整版上啊 一篇是我的写美元美金的事 另外一篇是那个财政部长 Guyden 写了另外一篇文章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个杨洁篪委员 在阿拉斯加可能会说 我们把美国想得太好了 杨洁篪主任 对 我们中国还有很多人 把美元叫美金哦 等等啊 确实是这样的 因为美金是一个历史的延续物 在现在你知道中国人啊 很多人 美元和美金是通用的 虽然它的实质的法律地位 已经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个人觉得 这个说起 人民币的国际化 或者数字人民币 我最近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 单纯去推 人民币的国际化呢 任中而道远 但是 中国有一个难得的机会 就是 人民币的数字化 数字人民币 推人民币数字化 本身 没有跟美元正面冲突 因为没有 美元的数字化呀 等等 所以我觉得中国 现在有一个 非常难得的机会 而且在世界上各大国家和 国际组织里边 人民币数字化是走在最前面 规模最大 潜力最大 而且动力最大的一个数字化的货币 因此我觉得 人民币数字化的推进 可以很大程度上取代 或者这个助推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个对美国是有重大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中国和美国要谈啊 应该集中精力谈这些 叫tectonic shift的东西 以后地壳板和运动的影响的事 非常感谢 对 怎么翻 我不吃你那一套 赶紧 因为这个 我不吃你那一套 杨老师不吃你那一套 怎么翻 央行搞的数字货币 它是替代这个流通中现金 对 关键你的覆盖 半径 你的交易的 这个范围 你如果还是在内部流通数字货币 你还是触犯不了 触动不了美国的地位 杨老师对 我不是这一套 非常的感兴趣 我跟你说 金句啊 唯一正确的答案 应该是什么呢 取决于谁说这句话 也取决于谁在听这句话 也取决于他的上下文 context 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句话 不同的人说 他用不同的说法 可以翻成不同的英文 不同的人听 你要根据他的这个听力情况 和承受精度 你要翻成不同的 所以一切取决于context 好 等于绕了半天 你回到的话 实际上当时网上一片议论 英文 中文比英文强势 英文就是 We disagree the way you deal with China 实际上网上大家一片 这个喧哗 在消费 这句金句 这个接着想请王院长 来我们回归正题 您是从事金融研究的 如何看那个中美两国 此消彼长的 在金融方面的这个竞争 我觉得呀 刚才啊 坦率讲啊 三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为了节目效果 我这个挑战一下 好不好 我觉得刚才都 你都谈的这个伪问题 都太伪了 就是这个假问题 人民币挑战美元 肯定是假问题 我非常赞同许老师 那我们有生之年 这个我恐怕 我们在座可能相当多一部分的 有生之年 看不到人民币 替代美元的一天 你违反了我们今天的主调和基调 我们应该是 cautiously optimistic 跟谨慎的乐观 你给我们感觉是比较绝望 不不 这个才是谨慎乐观 这才是谨慎乐观 你有解释权反正 对 这个才是谨慎乐观 我只是说 全球金融体系 要保持一个相对的稳定 美元它不只是美国的货币 它现在已经成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公共物品了 43%的美元是在美国体外流通的 一个货币所依赖的国际体系里面的 计价清算储备支付 四大功能里面 美元都占有绝对的同质地位 对吧 这个储备大概是42% 前几年 十年前大概48%降到42% 计价这块80%以上 这个支付这块也差不多60%多 人民币多少 我们有个国际 这个货币的国际化指数 美元过去十年 从2008年到现在 稍稍有所下降 但是2008年的时候 美元那个国际化指数 大概是61%左右 不 不是 美国的货币国际化率 货币国际化率 人民币国际化是有 也有美元的国际化指数 也就是说全世界这个四大功能里面 靠美元的大概是61% 人民币呢 十年前是零 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以后到现在 整个国际化率价值 才只有2.1%到2.3%左右 大概这个 差得太远了 我们不要讨论这个伪问题 美国已经够紧张了 再讨论这个美国更紧张了 我担心90后的网民会骂你是哈美贵美空美 不不不 我是非常客观地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要讨论实实在在的问题 什么实实在在的问题呢 是因为美国在衰落 美元没有衰落 美国什么衰落呢 一个美国的霸权是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是美国价值观 第二是美军 第三是美元 我认为最牢固的是美元 现在美国崩溃掉 是美国价值观正在崩溃 就它那个民族 法治 自由 人权 那一套东西 中国人越来越看透它了 这套东西几乎在崩溃的前沿 第二套崩溃就是美军的体系 这个美军它的体系太脆弱了 它干个阿富汗 你看最后灰溜溜走了 干个伊拉克 灰溜溜走了 它敢干中国吗 肯定不敢的 所以它那套所谓的这套体系 也近乎于没用状态 对中国来讲 再加上中国有反介入战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们讨论人民币 用美元那是很久以后的 再回到刚才志凯兄讲的 什么你一死我活 那个那也是伪问题 没有人讨论 只有只有集装 两国集装的人才讨论 说美中国和美国 你一死我活 谁会那么想啊 理性的人不会那么想的 再回到阿拉斯加 我觉得我们的媒体和我们每个 我们大多数人啊 都在贩卖的中美的紧张 贩卖中美焦虑 不是贩卖 是我们消费中美 也对了 这个是更准可能 贩卖和消费 其实两国领导人非常理性啊 大家想一想 阿拉斯加是非常好的一个会啊 虽然它是三无 什么叫三无呢 无共同声明 无微笑握手 然后呢 无共同晚餐 对吧 但又三有啊 哪叫三有呢 第一有就是双方都声明 两国不能有对抗 不能有战略误判 不能有冲突 双方都讲了 第二有是什么呢 双方都强调 要尊重两国元首 在除夕的谈话 通话精神 打两个小时电话 对吧 第三有什么 双方都强调 要相互尊重对方 没有说双方说要求你死啊 没有啊 只是说要求尊重 那是很正常的嘛 好事啊 非常好的事啊 所以我是为什么 我对中美关系好呢 第一就是整体上 中国人很努力 第二呢 美国整体上 还是对中国没办法 所以呢 为了 我觉得未来没办法 地方更多 第一个没办法 就是我认为 我认为目前 全世界国际社会啊 它已经过掉 冷战时候 那种状态了 现在 国际社会 没有一个国家 没有一个国家 完全选边站的 即使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 也不是完全的选边站 澳大利亚 中澳之间的这个贸易 保持的稳定 中加之间的贸易 保持的稳定 贸易压山还是存在的 两国的往 要不是疫情 两国人员完了 还是照常啊 这个 日本同样如此 英国同样如此 虽然有一些小摩擦 那是因为过去 我们的国际社会 想得太好了 所以回到我刚才想 想的话题 我们要研究实在在的问题 什么实在的 就是今天主题 今天主题 怎么摆脱我们的现在困境 我们搞了一个小时了 还没讨论 我们的困境在哪里 我们的困境在哪里 我们的困境是 我们的人文交流受到阻碍 我们的困境是贸易战 现在冷藍继续 我们的困境是 为什么这个紧张关系 冷藍在贩卖和消费 怎么解决它 我们大家来讨论一下 OK 好 说完了 这个人大金融研究院 热衷于寻找中国的解决方案 China Solutions to the Current Dilemma or Catch the Total Situation Betting the Two Most Important Economists 这个你提到中美之间三无 我记得1月2号 这个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 在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 和广电总台采访时说到 中俄之间有三无 无进去无上限和无什么 三无 我刚才查了一下 叫中美中俄之间 无进去无上限 无止境 好像这个在中美之间 如果说中美俄三角关系 对不起 我私下讲的抬举了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经济总量 我们已经是的八倍了 但是这个 最近拜登的执政以后 认为俄罗斯是最大的威胁 我想简单的荡开一笔 说一下地缘政治 然后我们再说到别的 可能大部分时间还得交给 我们台下的观众 提问问题 进入Q&A 好吗 我想这部分应该是最精彩的 谁来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这个 安克雷奇高层会晤之后呢 王毅国务委员会外长 马上进行了中东的穿梭外交 去了沙特跟伊朗访问 然后呢 大家就认为 哇哦 这是好像是一种反美的轴心成立了 中美一 是这样吗 王毅院长 我觉得呀 两国过去的一个多月呀 都是被媒体和舆论 虽然我过去是媒体的 因为我知道那一套 对吧 环球时报评论部的主任 王毅先生 以前是 10年前 7、8、9年 其实这个中美两国之间 过去一两个月做的 我们不要太紧张了 我们基本的论调就是 你看美国在拉门友 然后中国呢 中国在搞伊朗 然后拉伊朗 哎呀 我觉得那一套都是贩卖紧张和这个 不是的 只不过是 从美国的角度上来讲 他只不过回归 过去特朗普做的太差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要搞好跟门友的关系 中国呢 过去呢 搞中国这个朋友外交啊 过去做的太虚了 现在做的10亿点 比如跟伊朗 比如跟伊朗 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啊 我去伊朗去过8次 关系一直不错的 只不过过去呢 拖拖拖拖的搞 现在呢 大大方方的搞 我们就投个4000亿嘛 怎么着了 对吧 那中东 中东你美国解决那么多年 没解决好 中国的方案来几下嘛 欢迎你们巴勒斯坦 和伊斯兰到北京来谈嘛 我们中国方案 肯定比你美国方案要做的好 所以我觉得中美之间的竞争啊 未来肯定是有竞争的 但是什么样的竞争呢 不是你死我活的 伪命题的竞争 是什么竞争呢 我觉得四个竞争 第一 楷模之争 看谁做的更好 谁是板样 谁是全世界的板样 那么多难题 你美国贫困问题解决了吗 4000万的贫困人口 你的疫情期 你还那么多人返贫了 你解决了吗 贫困的标准是什么 美国的贫困标准 跟我们的贫困标准是一样的吗 不要扯话题 第二 第二 一是凯末之争 二呢合作之争 看谁搞得了更多人的合作 包容嘛 中国谁想跟中国合作 都愿意合作 美国不是 美国拉没有 第三什么呢 第三就是 国内的治国理政之争 谁国内搞得好 随外来就义 对吧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最后一个 哎呀 我忘记掉了 被你一打岔 我忘记掉了 一会儿 一会儿想起来再说 对 我这个 至于这个拉帮结伙 暴团区呢 美国这一套 我们不吃那一套 我记得习主席 访问埃及的时候 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 说中国不像有些大国 搞这个代理人战争 搞这个什么 叫Turf 缓冲区之类的这种 影响 影响力的 Sphere of influence 中国不搞这一套 所以呢 我再诠释一下 王文院长刚才慷慨 激昂的一番演讲 如果高博士 你要补充两句是吧 补充一句 做了检法 好 我很快补充一下 刚才那个王老师讲的 我都同意啊 对 有一条 我补充一下 他说 没有国家在这个中美之间 选边站 有一条是错的 为什么呢 你举例的时候 王老师刚才讲到的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跟美国有一个条约 叫什么呢 叫血门条约 我们国内搞澳大利亚的人 都不大清楚这个事实 就是澳大利亚和美国 有一个血门 什么意思呢 只要美国开枪 澳大利亚必须跟着开 只要澳大利亚开枪 美国必须跟着开 这不是一边倒吗 也就是说 假设在南海 中美发生冲突 美国人冲到前面开枪 大家听我说 澳大利亚没有别的选择 它的飞机大炮军舰 全部开过来 给我们作战 这就是一边倒 所以我觉得我们决策者 一定要弄清楚 当前的世界 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美国的招数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说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拜登总统的耶鲁军团 不然的话 你如果说 一边倒 没有 邦当一下子 美国跟我们开枪了 第二天澳大利亚 就在我们门前 跟我们开枪 这是绝对会发生的 你只要真的去了解一下 美澳的血门条约 我们老说 五眼同盟 五眼同盟 不一样的 他五只眼睛 相互之间关系 不一样的 美澳 是世界最高级别的血门条约 对 我就补充这一条 谢谢啊 对 感谢高博士 给我们上了一堂 著名的生物课 叫 澳大利亚 不是代数 也不是考拉 他可以凶声扼杀的 对吧 他可以是五只眼睛 可以跟美国继续的 冷战时期的 这个情报交换的 五眼联盟的 好 我们台上的三位 杰出的嘉宾 非常精彩的发言 先告一段落 接下来呢 I give the floor to the audience 我接下来请在座的各位呢 有问题请提问 我是发改党校四路中心的 今天呢 有幸和我这两位同学 一起过来 我们的四路中心呢 主要是集中在 就是一带一路的合作 这样一个理念 我当时呢 就是说今天看到讲到的 有一点就非常好 实际上目前我们是说 可以是说在贩卖啊 或者是消费 这种中美之间的紧张 一带一路呢 我们就是说提出在 一带一路这个倡议的时候呢 其中包括很多国家 是一带 还有海上的 就是说一路 在这个中间 实际上没有美国 但是呢 实际上是美国是想参与的 这我因为我 这个筹备一带一路的项目嘛 我已经筹备了很多年了 从15年就开始 所以说知道一些 我就是想说 您认为在这个一带一路上 中美之间怎么样能合作 这样最后 大家呢 就是说产生一种竞合的关系 而不是现在这种 竞争合作和对抗的关系 我觉得竞合是最好的 您的问题问哪一位嘉宾 我想请三位嘉宾中 就是说 高老师回答好吗 高老师 谢谢 一带一路是我们国家 在力推的一个倡议 而且我觉得应该得到 世界很多国家的支持 美国不参加一带一路 或者美国政府不参加一带一路 不代表美国的企业 或者家族 或者个人 对一带一路不感兴趣 只不过呢 假设 我举个最极端的例子 假设美国政府宣布 中国是敌国 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就美国的机构 个人 都不能跟中国发生来往 家族都不能发生 这是一个最极端的例子 是吧 美国政府没有做这一条 我希望他永远也不会做 因此呢 一带一路呢 现在处在一个很模糊的状况 美国很多的企业 他想参加一带一路 但是他又得看美国政府的脸色 因为他怕 万一之间 美国政府做这个宣布呢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原来在摩根斯坦里 做这个银行的时候 这个很多同事啊 比如说他从美国飞到 伦敦或者飞到香港 他做的第一件事干嘛呢 他跑到机场的那个雪茄店去买 古巴雪茄筹 为什么呢 在美国抽古巴雪茄 抽雪茄犯法 所以你想到这个地步吧 所以我觉得最关键 要让美国的企业真正的加入到一带一路 最关键的就是中美之间要有一个默契 也就是刚才王文老师说的那个 就是我说是要避免中美之间 你死 我 亡 或者你死 我活 而是互相 live and let live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境界 你别说一带一路了 中国很多的大的倡议 比如说在非洲啊 在很多地方都希望能够得到美国企业 美国家族 美国个人专业人员的广泛的参与 谢谢你 我补充一下 你问这问题就一看就没有读过我的文章 我都写过好几篇了 这个你刚才那个问题的 而且我们研究院都出过报告了 就一带一路和中美合作 我们还专门讲了一带一路上中美合作的四个案例 在非洲的在马来西亚的都有案例 挺多的 然后我也写过去年还刚刚写过一篇文章 讲中美如何在一带一路上合作 其实这个坦率来讲合作非常多的 我们这个也严重化了 在一带一路层面上中美的对抗 其实很多公司 美国的很多公司 包括华尔街的很多公司 我在华尔街讲过两次课 好多位投行的人员都问我说 你们一带一路办公室电话有没有 你们一带一路办公室找谁联系 很感兴趣的 所以我觉得呢 我还是回到刚才那个语言 就一个审慎乐观 第二个呢 就我们还是平常心看待中美关系 就我们现在好像美国人说一句话 我们就啊要骂他 然后美国人这个自护出报告 好像就亡我之心不死 其实不是的 我觉得我们放第一点 我们把它看成是 07年08年09年那时候的日本 我觉得这个心态可能会更好 就你看08年09年那时候 我们多慷慨激扬啊 然后这个为了钓鱼岛 最后你突然怎么样呢 10年以后 那个时候09年的时候 中国的GDP跟日本还没有超过日本 10年超过日本 然后日本人说 不能让中国超过 结果10年过去了 我们现在GDP是日本的将近三倍啊 对吧 10年间将近三倍啊 所以对美国呢 我也要这种心态放平一点 就不要太看爱 我觉得所以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 我说对美国啊 要不爱 不恨 不敌 不友 对吧 该怎么着怎么着嘛 这样呢 我觉得我们的心态会更好 然后呢 回到呢 不要三竿三线 有什么问题 对吧 我们解决什么问题 不要说你说 你对我这个如何如何 然后你就要往我自信不死 不是这样的 对吧 那我们解决问题 你对我什么反应 我们解决问题 我对你什么反应解决问题 这样可能会更好 王院长非常淡定 你刚才讲中国的经济总量 是日本的三倍 但我能否弱弱地提醒在座的各位 尤其是我非常尊敬的王院长 过去的十年 每一年日本都诞生一位科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这个这方面呢 可能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总量 去来衡量两国之间的此消彼长 对不对 不对 当然不对呀 当然不对 诺贝尔奖本来就是神话的 诺贝尔奖 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 就应该奖励中国的学者 我们搞了那么好的贫困 结果人家研究贫困的人获得经济学 是 我坚决支持这个观点 像林一夫教授的结构经济学 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完了日本就没衰落 那日本衰落是个铁定的事实 当然日本即使衰落它也很强 这也是事实 那你如何定义衰落呢 比起它最好的时候嘛 那当然这个还不用再说了 这个又是概念了 我们中国这些年 是不是概念的贫困和贫困的概念 让我们变得非常纠结 好 接下一个问题 那位先生 那位先生 对 戴口罩的这位 刚才老师 今天几位老师水平都非常高啊 我老家在农村 其实到农村去啊 现在就是 就是中美关系贩卖焦虑到什么程度了 你比如说我用苹果手机 他们就套我 我不爱国 就是说我用一个 我买一台苹果笔记本 他们都说 哎呦 这个东西你不爱国 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刚才老师 两位老师刚才谈到那个问题是 中国历史的一个 不 世界历史的一个问题 一个是国富民抢 一个是民富国抢的问题 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没有提问问题 发表一个观点也非常好 好 那位先生 三位专家 大家晚上好 My name is Kai 我是美国的一所大学 驻中国的这个工作人员 但是我们学校可能没有耶鲁那么有名 然后我们是那个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American University 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中 实际上因为中美的关系呢 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的领域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那么尤其是我们的业务呢 也是受到了特别大的影响 然后我是负责中国 大中华区域国际学生的这个入学工作的 所以我们去年基本上就是70%的一个大跌 然后呢 就想请问一下 就是未来的大家 对于这个中美高等教育领域交流的一些看法 它会朝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来发展 好 谢谢 其实我记得中国这个北大著名的美国问题研究专家王基斯教授在一年前有一篇文章里谈到中美关系 他说我们要守住三个底线 一是呢不要爆发热战 二是维持哪怕是低水平的贸易往来 第三绝不能中断人文交流 特别是教育的交流 那么中国父母是不是还能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去读书 特朗普实际反正大大的限制了这个做法 那么接下来拜登政府会不会能够有节奏的恢复这样的中美的人文交流 尤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这个对中国学生的培养啊 我不知道高志凯先生还是王文教授 您作为在美国留学的可能待时间最长的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吧 我回答你的问题 我提几条建议 第一个呢 这个美国政府尤其在特朗普时代这个指责中国啊 这个向美国派遣留学生最后呢是都是特务 这个错误的言论一定要反驳 另外一个实际上来说呢 中国的留学生父母 我现在还兼任这个欧美同学会 留美丰会的副会长 我们经常讨论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人啊 或者一个机构来算一笔账 就是一个中国人 比如说他到美国去读大学了 或者去美国读留学生了 他的这个综合成本到底是多少 包括比如说家庭的养育啊 幼儿园小学中学等等 这个能算得出来的 然后呢再跟美国的 就是那个 Normalize 换成美国的这个成本 所以其实每一个中国留学生去美国 他已经让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家庭 他已经综合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美国等于是说 他没有照顾到这个人的 生育的成本啊 小学中学什么的 一大堆的成本 他拿到的是一个 很不错的大学生啊 或者研究生或者PhD 然后绝大部分都留在美国了 在美国生儿育语了 然后就要规划美国了等等 这个难道不是给美国的一个 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吗 我们没有必要说 这是什么人口外流啊 脑力外流啊 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 没有必要这么酸这么小账 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允许美国 到处污蔑我们中国呀 其实中国留美学生 坦率地说 是对美国经济发展 科技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 现在竟然没有人敢说这句话 我觉得非常的沮丧 我真想把我所做的一切都放弃 我来做这么一个研究啊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中国赴美学生 留美学生啊 尤其是他叫STEM是吧 尤其是他的科技啊 什么的这些 这个这个尖端的一些技术 只要中美关系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我担心美国会继续的封锁 我最近接触到很多的 在美国留学的 或者想考研的 或者想考博的 或者准备毕业的等等 找我 就是都在坍塌的困惑 有一个人本来想读PhD 是读核能的 根本不行 求门无路了 已经是 对吧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单纯就留学而去推 留学 有困难 但是 刚才我们讲到的 中美之间 我说的是 live and let live 这一条一定要让美国人知道 王文老师刚才讲的 我都同意啊 我有一条 就是说 美国人是不是追求 你死 我活 就是让他 活 我死 我不敢说他没有 我真的担心他是有的 只不过他做不到而已 他如果不放弃 这个极端的想法的话 你听我说 那中美关系很有可能越走越窄 越走越进入死胡同 那么 你可以指望着 在美国的高等学府 包括在耶鲁的 比如说 科技的 或者医学的 生物的 很多的门 他不得不关 不是说 学校要关这个门 而是美国政府 他强行来规矩你 美国对 这个 美国政府对哈佛耶鲁这种 学校 他有个压力是什么 他说 我每年给你 比如说五千万美元的 这个 这个 补助啊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我就要能够把这些奖金 什么 这个 assistance都要停了 等等 还有很多很多政府 与学校之间的联系 虽然你比如说像 耶鲁这样的学校 那 他经常说 我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 我经历了各界的 美国的政府 是不是 好 至少五届 美国总统都是我 耶鲁毕业生啊 等等 你做的 所作所为 我不一定听的 我是学术自由啊 等等 这次在 特朗普时代 我觉得耶鲁的校长 和其他几个名校的校长 勇于站出来 为中美的教育交流 人文交流 说公道话 真的 我听了很感动 我觉得为这样的学校 他们的勇气 他们的远见 感到赞赏 而且我们 所有的中国的人 我都希望我们能够支持 他们这样做 因为中美的教育 我举个一句话 我大学一个班级 二十个同学 二十个同学 十七个在美国 十七个人 现在都在美国生活 第二代都是美国人 你说中美之间 怎么能够切断 这种教育联系呢 美国你仔细看看 好多著名的科学家 美国科学院 其他的这个 全国性的协会 好多好多都是 大陆出去的 当然也有台湾出去的 香港出去的 海外出去的 华人等等 所以呢 我说美国政府 尤其是特朗普时代 如果强制要切断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人民交流 和教育交流 不好意思啊 这是反人类罪 我把它提到这个高度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哇这好厉害 这个高度 我觉得没有喊错 因为我们都不只是这样 您讲的不止一句了 谢谢 好 我来加一个注脚 一个footnote 就是关于欧美同学会 因为刚才高志凯先生他讲 他是欧美同学会 刘美分会的副会长 我也是欧美同学会的这个 当然我们对年龄的偏大 其实更多一个年轻的 刘美的这个 加入到这个组织当中 他成立了一百多年了 而且呢 大家要知道 鸦片战争之后呢 有庚子赔款 唯一没有利用这个 这笔赔款 来去强军 继续欺负中国的 我在这儿弱弱的说一下 好像是美国 美国把一批幼童 接到了美国 用庚子赔款 而且这里边有著名的 帮助中国实现 早期工业化的 詹天佑跟荣宏 那么这个 其实呢 这个中美之间的教育 交流应该是 我觉得 是个很值得 讨论那个话题 对王院长又有话讲 是不是要批判我一下 不吃我这一套 没错 我觉得讲得太浅了 完全为了节目效果 好朋友嘛 我说你们晚上困了都 这个中美之间 人文交流啊 深刻一点 中国学生到了美国去啊 多少学生 每年四十万 占有中国留海外学生的 百分之五十五到百分六十 干嘛去那么多去美国呀 没有必要 真的没必要 虽然我 虽然我完全参同高老师的说法 去了美国 相当多一部分人回来了 欧美同学会 都有精英 但是在整个大群体中 那还是少数 没有留美归来的学长 前学生 我们有两单一星吗 我当然了 他们 我肯定了呀 但是我想说 你要相比于这个四十万来讲 成功的人 有四千人吗 这四十万里面 每年有四千 有四万吗 四万才百分之十呢 那剩下那个百分之九十的呢 相当多一部分 实际上是不划算的 所以我觉得 我非常赞同你看吧 我说深入点讲 中美人文交流啊 我们深入点讲 他那么做呀 真是愚蠢的 美国这个特朗普 真是太愚蠢了 我们且不说给他 五百亿每年的教育经费 现在他一砍断了以后 美国四分之一的大学 都在申请破产 四十万人 支撑着美国四分之一 大学的很多学费呀 太有利于中国了 我觉得这个是 我特别感谢特朗普 真的从这个角度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 当然对个体来讲 会有一些冲击 对啊 他去美国的聊 但是也不一定 你相比于那个 到美国就很有可能 不会成功的 那个百分之九十 甚至以上的 赴美留学的那些 学生来讲 家长花了那么多钱 对吧 一年几十万几十万 然后到美国 最后沦为二等公民 三等公民 不可能成功的 很多人去美国 成功的是非常少数的 然后他们再回来 花了两三百万 回到国内来找工作 八千块钱 九千块来 你害了你的父母啊 坦率讲 为什么不到伊朗去留学 不到土耳其留学 不到中东去留学 不到印度去留学 中国为什么要 百分之六十的学生 要到美国去留学呢 中美人文交流 教育本身 中国出国留学 本身就面临的再平衡 我们太亲美了 中国的家长也太亲美了 我们应该全世界留学 中国的未来 是个全球强国 中国未来留学生 应该在全世界 去接受教育 这样才能称 徐老师听不下去了 我看底下有些 有些听众已经在摇头了 有些可能在喝道采 我表达两个观点 您再说一下您的观点 我就是表达两个观点 两个观察 第一呢 这个拜登 他还是跟特朗普不一样 他还是不希望 人文交流中断的 这一点我有信心 为什么呢 因为我儿子 我儿媳妇 也是这个 太拉华大学的 他的校友 那么 第二呢 我据我所知 中国的民心呢 其实也能够 从一个角度能观察 就是在疫情期间呢 这个影响了中美的 这个很多小孩子上学 但是呢 这个美国的主办 这个托付考试啊 据说这个五分钟 预报预报名 这个好几个月前 我听到的消息说 到八月份之前 已经明月已经就完了 还是内心的拥动 有一种冲动 要到美国去 就是很多人心里面 还是觉得 美国 这个还是有值得 我们学习的地方 所以呢 中美之间 我觉得呢 不能简单的谈 就是首先我个人认为 美国人民是好的 少数人是坏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你看这个特朗普 他倒心逆施 他下岗 也是势在必然呢 我曾经在去年11月 高博士可以作证 11月初 我倒是预言 我说特朗普可以 这个拜登306 比232 能够胜出 我在网上海 我说请大家为我作证 我也是流美峰会的副会长 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 高级研究员 在美国我也跑了 三十几个州 那是自驾游 这也是对于这个当时 这个奥巴马 当时说 给我十年多次往返签证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 拜登的上岗 其实上台不一定是由拜登多牛 而是因为有一些人反对特朗普 尽管他得票率很高 第一 他美国的农民没有受益 在关税 在我们中美贸易战当中 第二 硅谷的高科技企业 对他有意见 第三 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对他有意见 第四 知识分子讨厌他 第五 媒体 也不喜欢他 有几个方面的力量 不讨厌他 但是拜登上台 他也是势在必然 所以大家基于期待 不一定也那么简单的看 我觉得 就是从长远来看 美国的教育 还是值得信赖的 谢谢 好 下一个 来女士 女士提问 对 这位女士 中间 非常感谢 越路北京中心组织这样一场思想盛宴 然后也特别感谢各位老师刚才 非常精彩的发扬和观点 那我是来自一家美资在中国的跨国公司 做的工作就是政府事务 这边我想就跨国公司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 请教一下三位老师 如果可以的话 请三位老师分享一下各位的观点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 其实对于大多数跨国公司来说 尤其是美国在中国的跨国公司 特别关注中美间的这种关系的发展 尤其是近年来这个关系是每况愈下 其实对于加在中间的这个跨国公司来说 其实还是挺难办的 说实话 所以呢 尤其是最近的这个HM事件 这个新疆棉的这个事件 我们也看到不管是美国公司也好 或者是欧洲公司也好 其实有的时候 稍微处理不当的话 有可能就会有一些我们叫backlash 所以呢 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 如何看待在这样的中美关系下 这个跨国公司在中国 将来会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发展趋势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 比如说我们公司的总部呢 其实是在美国 在做很多决策 或者是战略的时候 其实你是肯定要 首先考虑到这个母国 你所在的这个总部的这个公司 这个情况 整个的正大的政治环境呀 政策呀等等 但同时呢 我们也非常致力于在中国 发展我们的商业 服务中国的这个人口跟市场 所以呢 我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想请教一下 各位专家跟老师 想问一下 就是各位 如果能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的话 就是建议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善 或者是改变 宽货公司在中国 要怎样的能够 既平衡好母国的这种国内政治 同时呢又能够服务好中国的市场 谢谢 我 那我先讲 你这个美国中国商会呀 请我 经常请我去和他们交流 这个我觉得呢 这就一马归一马 这个华尔街硅谷啊 和华盛顿呢 认知上是有分歧的 我们首先看到这一点 中国的市场的潜力啊 其实摆在这 所以从很多跨国公司 美国的公司在华的这个 选择来看 其实他们是看好中国市场的 这个还是前面讲到的 物质利益合作层面上 未来的潜力还是很大的 当然现在这种合作呢 受到了政治层面的干扰 这是大家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商界呢 这些领袖啊 也可以做两边的工作 促成双方的政府啊 大家延缓一下紧张的程度 因为这个大家看到 这个未来的全球化 毕竟还是一个不可逆转的 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个两败俱伤啊 用简单的这个加征关税啊 这个一套显然是不行的 但现在我看 拜登他们也是反 也是讨厌这个的 只不过呢 他要走一步看一步 有一些筹码要和我们谈 所以大家寄希望于第二步 中美第二阶段的中美经贸对话呢 我们能够有所改善 这对双方都有利 谢谢 王院长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层面 再来看这个问题 也是新观点 我认为 第一 跨国公司 你指的跨国公司啊 是指外国公司 在中国的一些公司 其实中国现在也有很多 跨国公司嘛 对吧 先定义清楚 跨国公司要泛贫心态 真的 坦率来讲 中美贸易战中 部分跨国公司 做了不好的头 很多跨国公司 相当多 坦率来讲 这是我知道的 是怂恿特朗普 对中国开战的 在贸易战 他们的 对吧 是有一块 所以我认为 对跨国公司来讲啊 要泛贫心态 就是跨国公司 在中国最好的年代 已经过去了 真的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零零年代 甚至几年前 跨国公司到中国来的时候 大家都仰慕他呀 哎呦 我们在外企工作呀 好牛啊 但是随着中国企业 起来了以后 我们的竞争力 越来越强 跨国公司 把中国企业 的竞争力 普遍提升以后 相当多 一部分 跨国公司 能把它视为是 中国对 自己企业的 补贴 非正单的 竞争的原因 不对的 绝大多 中国企业竞争力 起来 是我们中国人 努努力力起来的 那你跨国公司 要泛贫心态 要到中国市场来 要享受 国民待遇 过去你们好 跨国公司好 是因为你们 超国民待遇 现在中国公司 起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 来讲 只有泛贫心态了 未来才能 更加融入到 中国这个 庞大的市场里面 才能赚 更加残远的钱 这是我要讲 第一点 第二点 更重要 对于中国来讲 我认为两边讲 中国现在 也多少有点 战事欺人 什么叫 战事欺人 是战市场的事 就是你看 你稍微有点 动静 滚出去 有些企业就来 有些老百姓 就那么喊 然后有些网民 就那么喊 然后甚至有些政策 就说你 你不服从 你走 你别来了 也不能这样 所以最好的方式 就是回归到常态 就是做生意 就做生意 不要搞政治 对吧 然后你慢慢地 楼露到中国的市场里面去 中国政府 对外企 对国际 对跨外公司 也要更加地包容一些 更加地让它成为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 普通的 正常的一份子 这样我认为 就会更好了 谢谢 高杰特先生 我不是很了解 你刚才提 说能不能提个建议 我给你提个建议 对 这个 这个在中国有个叫 在华美国商会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 里面好几任的 这个主席啊 都是耶鲁的校友 对 我们都认识他们 等等 那个 个人都是朋友 但是呢 刚才汪老师讲的 也确实是 每次中美之间 有这个疙瘩的时候 这个 在华美国商会呢 由于它的特殊性 由于它的这个结构啊 程序啊等等 它是 怎么说呢 在中美关系中 有一些 有失平衡的 这个态度 因此我提个建议 不一定做得到 就是呢 成立一个什么呢 真正的在中国的 美国企业的商会 或者 为了把这个问题 弄得更好 甚至你可以说 说 举个例子啊 什么七国集团的 在华企业的 一个总商会 或者怎么样 那关键一个是什么呢 它真的要反映啊 不仅是这个 在华的企业 和它的这个 总公司之间的 这个关系 它更多的是要反映 在中国的这些 外资企业 本身遇到的 很多的问题 和它需要解决的问题 方式方法 我觉得这个 非常的重要 我一直觉得 应该成立一个 而且呢 甚至你比如说 可以搞一个 中国和美国的 跨国公司的 一个商会啊 在中国 因为他们面临的 很多共同的问题 中美之间 不是一个 零和的游戏 那么在 中美之间 尤其是 特朗普时代 四年来 等等发生的 这些事情中呢 我觉得 在华美国商会 MChem in China 这个 它的态度 总体来说 有点是什么呢 恕我直言啊 有点是 城市不足 白市有余 这一点是 很痛心的 所以我有这么一个 想法 可以跟你进一步 讨论 第二个 顺着你刚才 讲到的那个问题 我觉得 纽约时报 最近登了一个 OPED的文章 说中国不再 尊重美国了 哎呀 我说 说错了呀 中国怎么可能 不尊重美国呢 美国出类拔萃的 领先世界的 领先人类的事 我们中国会 永远尊重的 另外 刚才讲到 中国人民 跟美国人民 也没有恩恩怨怨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 平常的相待 中国人民 应该永远是 美国人民的朋友 所以我觉得 刚才王老师讲的那个 我个人有个补充 我觉得 中国 在相当多的 未来 相当长的未来 可以继续的 向美国的跨国公司 或者欧美 日本 什么 澳洲的 跨国公司 学习 甚至我提了一个理念 中国可以向世界上 每一个国家 学习 我甚至呼吁 中国驻外国的大使馆 除了他正常的工作以外 有一个新的任务 就是你这个大使 你这个团队 应该向国家汇报 我从这个国家 到底能学什么 一年提十条 给我 是不是 现在最忌讳的 就是中国发达了 中国领先了 我平时了 过两天就 我俯视了 这个都不是正常的心态 我觉得 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国家 真正的要立足于世 就必须谦虚 必须好学 必须三人行 必有我识 那你想想看 跨国公司 它有多少好的东西 我曾经做过 中海游的总法律顾问 我做的一件事 就是我联系了六大 那绝对是世界一流的 跨国公司 跟他们的法律部 进行沟通 向他们学习 最后发现 有很多地方 我们值得学习 有些地方 它也有缺陷 等等 所以我希望 不管是我们对待 跨国公司 美国的跨国公司 还有其他国家 作为一个整体来说 我是希望我们中国 永远是平静的 谦卑的 实事求是的 该学的就要学 然后呢 相信一定能够学到很多 对中国有利的事 好 谢谢 我记得 记得前任那个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John Holden 跟我有一次 共进晚餐 他提了个小小的问题 都杨瑞 你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 始于什么时候 我脱口出1979年 中国世界三中全会之后 错 为什么 始于盛唐时代 你们那个时候就已经 吞吐百家 表现出非常宽广的胸襟 大家还不给点掌声 对我们这种民族 这种文化的自信 用掌声给个点赞 最后那一位 那个角落里 您好 我这个问题想提给 王文教授 我是来自一家科技园区 然后主要也是做 国际合作的 这么一个工作岗位 但是这个问题呢 其实我想提的 也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好奇 就是刚才也在说 就是我们在解脱 解除这个困境 但是我就想 中国和美国 都是两个伟大的民族 两个伟大的国家 那么着眼于人类的未来前景 像中国已经提出了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然后我们也在积极地参与 巴黎气候协定 也在和联合国在一起开展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2030 那么美国对于未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在未来站在人类 长远的共同利益上 中美能开展 那些方面的合作 谢谢 对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 就是坦率来讲 我们这批人啊 就是这个40来岁这批人啊 当然包括年纪再大一点的 过去我们的成长过程中 受美国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念大学 90年代念大学 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是在留欧的 我不是留美的 保持在距离 距离去就美 但是90年代念大学 那时候最快乐的一件事情之一吧 就是买个收音机 然后收那个VOA 美国之音学英语 对吧 那时候那么崇拜美国 真的 我这个话 我跟很多我的美国朋友说过 我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 那么多人现在不崇拜你了 是你们没做好啊 你刚才讲的问题特别对 中国人已经提出了 对地球的未来 人类的未来提出 人类命运共同 就这样宏大伟大的理念了 美国人提出什么了 美国这个国家 变得越来越短视了 你会发现非常失望 从这个特朗普 尤其特朗普的阶段 你会发现这个国家 他让你失望了 完全让你大跌眼睛 你告诉他 人类未来该怎么解决 他没有理念 他没想法 他就告诉你Vote Vote 投票是太简单了 Too naive Too simple 这个选举的 他就给人类提供了一个 一个方案 美国的方案就是Vote 就是选举 这个方案太简单了 中国方案多复杂呀 对吧 我们的选拔官员制度 我们的这个教育制度 都非常非常复杂的 我有一个小朋友 最近考博失败了 我就经常安慰他 我说你这个没关系 那你认识到 中国的这个复杂性 对吧 所以我认为呢 刚才我讲的 中美之间竞争是非常好的 我认为中美竞争不是坏事 只要中美两国不打仗 中美两国的竞争 会让两国变得更好 同学之间还有竞争呢 公司之间还有竞争呢 所以竞争刚才我想到了 三个竞争 第四个竞争我忘记了 就刚才你讲的 第一个竞争 楷模之争 第二个竞争 合作之争 第三个竞争 第三个竞争就是 这个治国理政之争 第四个竞争 就是你刚才 事业之争 vision 未来人类那么多问题 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 坦率讲 过去二十年 甚至过去三十年 美国没有提出 对人类的未来 更好的理念 除了历史终结论以外 都是历史终结 中国提出了大量的理念 过去的十年 尤其十八大以后 我觉得中国非常值得骄傲 当然我 刚才非常赞同高老师说吧 另外一方面 坦率来讲 中国很多人也骄傲了 我去年我在一个节目上 我说要向美国学习 结果我在B站上 被人骂惨了 骂成了这个大工资 这个 我说我当五毛那么多年 对吧 然后又变成大工资 这个 当然都是开玩笑的 为了节目效果 然后这个 确实是 确实美国非常值得学习 但是我要说的一点是 我们学习美国呀 道的层面上 学习美国是不值得学习了 什么民主啊 什么所谓美国式的人权啊 我觉得不值得学习 道的层面上 就体制层面上 数的层面上 太值得学习了 美国 比如说美国的化合公司 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刚才讲的美元 它怎么搞那么厉害的 对吧 美国在国际上的规则 还有美国的人才 怎么在全世界都有 树的层面上 非常值得学习 再回到你看他讲的 所以我们中国呢 现在的确在道的层面上 我认为走得比美国更远 一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但是我们这个 道的层面上太远 体育太远以后 我们的树的层面上 没有支撑 你说一带一路怎么搞啊 能够搞得更加 更加高质量 对吧 能够让我们化合公司 我们中国的化合公司 走得更远 到世界上 为做出更多 细节层面上的贡献等等 这个我们还要很远的路要走 我觉得中国的库奥公司 走得很远比较难 像华为就被打压 都喘不过气来了 军科院 有一位退役的少将 叫姚云竹女士 在有一届的 相隔离来安全对话会上 穿着一身的军装 对着台上的 美国的国防部长说 欢迎 原话不是这样 就是一个优秀的对手 会让我们变得非常强大 我们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这句话当时很震撼 好 下面还有哪位 好 这位 这位男士 各位老师好 就是说 我是人大的硕士研究生 就我想代表 95后提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我们看美国历史 就发现 其实美国历史中 混乱的时候并不少 比如像南北战争 前期 以及那个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 但是我们发现 是美国经历的混乱以后 它并没有怎样衰弱 反而在过了几十年以后 它们逐渐又变成了 世界数一数二的强国 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很好奇 这是美国的文化内核中 是不是有什么 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我们作为年轻人 应该要怎么样去认识 这种文化 这种内涵 谢谢大家 这就是定义 美国民主的问题 有人说美国民主的 有强大的纠错机制 至少它每四年 就一次regime change 然后把特朗普就赶走了 对吧 但是拜登上了 会更好 徐老师你说 这个问题是有挑战性的 但是我斗胆讲一点 自己的观点 这个2008年金融危机 是美国引起的 当然这个转嫁的危机啊 很多美国境外的 一些新兴经济体呢 深受其害 但是呢 第一个站起来的 恢复的比较好的 是美国 这是一个事实 那么这一次疫情 坦率的讲 美国受到的伤害 也是很重的 那么当然现在 美国的这个疫苗啊 现在看来也很厉害 科技的力量啊 科学的力量啊 这个也是 令人尊重的 那么我相信 就是美国这一次 通过疫情冲击以后啊 我们不要错误的判断 美国从此就倒了下去了 美国啊 他也有很大的韧性 也有很大的 这个 有他内在的 这个 他的内核的部分 比如像特朗普这种人 不靠谱的人 也可以让你表现四年 表现了大家不满意 可以让你下岗 那么这一点 也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吧 所以呢 很多事啊 我们也要有一个 更长远的眼光来看 就是前面 几位老师都讲到 我们要有一个谦卑 学习的一个进度 所以我到处讲课 我也讲一个观点 我讲这个 由美国这样一个 强大的对手 和我们 结伴而行 这往往就成就了 我们中华民族 伟大的复兴 所以他是值得 我们尊重的 所以我相信啊 少数政客 有一些偏见 而且很深刻 这不足为观 但是人民是好的 未来 中美之间的合作的空间 非常之大 咱们不能 不畏浮云之望也 咱们要看到 未来的 既然是 共建人类 命中共同体 那因此 这两个大国 我相信在未来的 三十五十 那是更长的时间 可以共同 就是公平竞争 不仅仅是技术方面 科技方面 科技方面 现在我们 坦率的讲 跟美国差的还很远 对吧 最终的竞争 是制度的竞争 这个制度 这个治理体系 美国的弊端 暴露出来了 但是我们也并不完美 我们也在不断地 改革开放 不断地在 完善 我们的制度 所以呢 要用这样一个 辩证的思维来看 我觉得啊 这两个国家 未来啊 这个人文交流 我觉得特别是 年轻的一代啊 在里面起到一个 润滑剂的作用 所以要分开 不同的层次 政治层面的 经济层面的 外交层面的 方方面面的 在这个层次不一样 不要混为一谈 要有这样一个 理性的一个态度 谢谢 对 这个文化自信 道路自信 制度自信 刚才徐老师 有点诗意大发 就不畏浮云遮望眼 我再来一句诗 叫 风物长一放眼 量 牢骚太盛防断肠 应该还放开一点 放松 再放松 这个 要放松的心态 来审视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未来 好像我有一句 有一个歪论 就是 President Trump What he wanted was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But eventually we ended up having China emerging greater again 对吧 所以川普让美国变得伟大 虽然优秀对手 让我们变得强大 其实特朗普总统 非常值得 我就点赞一下 他要让中国变得非常强大 对吧 这个这样的辩证 就是我可能会 大家接受住好一点 这边这边 对 那位男士 各位老师好 我是来自 北京师医学校 高一年级的 尹天琪 那么的话 我的兴趣就是 我非常喜欢 就是分析 国际关系中的 非常多的问题 然后我 并且呢 我喜欢用数学建模的 思想去解决 这些 然后 就是 一两个月前 然后我读了那个 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 获奖者 托马斯 谢林的 微观动机 与宏观行为 那么 在这本书中呢 他就是 用非常简单的数学知识 他就建了一个 就是唯一论的模型 那么最后结论呢 就是说 就是说两国在进行外交 外交的时候呢 就是制定政策的时候 就是过于强硬 和过于软弱 都会导致这个竞争的 这个失败 然后 我就想问一下 高老师 就是 你也就是 当了 跟我们国家的外交部 有这么 非常资深的 这个 经历 想问一下 咱们国家的外交部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是怎么把控 这个 政策的 这个 度的呢 好 在外交部的 那个叫什么 狼的精神回答之前呢 我提醒一下 我们还有七分钟 把握时间 很快 这个问题 很重要 这个同学 我感谢你的 这个深思熟虑 我是可以 跟你讨论 如果你对这个专业 感兴趣的话 除了耶鲁尼 当然可以考虑 你还可以考虑 MIT MIT在数量分析 研究政治学里面 是 我觉得是全美国 很领先的 对 第一个 我很快 刚才讲到竞争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 假设一个男孩 最后长着长着 超过姚明了 这算是跟姚明在竞争吗 我认为这不是竞争 为什么呢 这个孩子的 深长的增长 乃至于以后 超过姚明 他不是在跟姚明竞争 这是个自然规律 当然99%的人 超不过姚明了 但是 有些人就超过姚明 所以我觉得 中美之间很多的事 我们不要说 是中美在竞争 其实没有竞争 你比如说 中国的经济的自然的增长 算是跟美国在竞争吗 我认为这不是在跟美国竞争 这是中国人 乃至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的自然的权利 他发展经济有什么错呢 有谁说美国有权利 保持世界第一 没有其他国家规模可以超过他呢 因此我不承认 这是中国和美国在竞争 你比如说 中国有没有必要跟美国去竞争篮球 我觉得没有必要 美国篮球队就是这样 美国有没有必要跟中国竞争打乒乓球 也没有必要 中国人就是能打乒乓球 这里也没有竞争 所以你比如说 中美竞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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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个例子 一句话马上说完 到底真是什么呢 美国其实他就怕你一件事 美国就说 如果你超过我 你就会把我寄出我霸主地位 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top dog 美国人就是说 我今天是top dog 你们都得听我的 刚才王文老师说 他没有对世界未来提出新的倡议 美国说 世界未来的最大的倡议就是 我永远是top dog 我永远是一条头狼 我是偷狗 那你说 我们中国 你想想看 我们党 我们国家 我们人民 整个民族 我们有意愿 有决心说 我就要当世界的top dog 大家听我说 没有 据我的了解 没有 谁说中国一定要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个top dog 头狼 我反对他 不值得做 你何必去跟美国争那个呢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我们心里话 跟美国人真的说清楚 我始终觉得 假设小编还在 你说外交部 小编如果今天还在 他就会说 他会跟美国人谈 哎 兄弟 或者说甚至说 大哥 你到底怕我是怎么样 你看看我 你怕我什么 然后他说 美国人 然后其实美国人说 哎呦 我越看你越觉得你要超过我 我每天晚上睡不着 我回头一看 咚咚咚 都是你的脚步声 中国如果能够相信 让他相信 我可能会超过你规模 但我难道说规模比你大 难道我就必然是你的 王院长已经等半天了 好 有请王院长 谢谢啊 高老师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 但这个问题他回答完全错了 你千万别听他的 千万千万别听他的 什么叫不要竞争 不要竞争 那就那就没有奥运会了 要不要奥运会呀 对吧 还有你要你要搞外交啊 千万不要考耶鲁 也不要考什么 什么美国人合一大学 考人民大学 然后考外交学院 真的 seriously 你要你要 你要想进中国外交部 你还 你本科考外面 你现在高一还考外面 你看说错了吧 你怎么能到 研究生可以去 然后再回来 对吧 你本科一定要 我反对不能为人民大学 造成报告 那我说上外 上外的英语专业特别好 国际新闻专业特别好 我来自上外的 马上说一分钟 就是回到你刚才讲的 中国外交的决策 什么决策 我当然是酷啊 我也大量跟外交部 我自己个人感觉 现在的外交官 跟过去外交官 稍微就不一样了 对吧 就是平时 我觉得过去的外交官呢 这个可能更多 因为国立的缘故 现在外交官起来 他更加的自信了 你比如说 他们这个英文 英文越来越好 比如说他们的这个 对美国啊 各方面的这个 这个态度也越来越来越平等 第三呢 就是说没问题啊 你来我玩 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好 你骂我 那我也骂你啊 那又什么的呀 也 那么所以呢 我就回到 回到你看 我就一个结论 我就特别惊讶 大家看他没注意 没注意听吗 他是高一的学生啊 我特别要为你 对啊 我特别要为你点赞 我高一的学生 都能够像你那么优秀 来听的话 我觉得中国未来有希望的 真的 谢谢 因为这个小朋友给我喝饮 我还是很欣赏你 你一搞的 你刚才提的那些问题 其实博大精深呢 超越了你这个高中生的这个事业了 这个 因为我是经济学博士 经济学的 金融学的教授 那么我觉得啊 除了数学以外啊 还有哲学 除了哲学以外啊 还有艺术 所以这个要学的东西很多 仅仅靠一个数学 想把所有的复杂的问题 给他说清楚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又有点 给你泼点冷水了 你比如巴菲特投资的时候 对吧 都想精确地计算 这个股票的 这个投资标的的 这个内在价值 这是不可能的 市场有波动 总是有波动 说得清楚 道得明白的 用数学计量的 只有10% 说不清道不明白的地方 那叫艺术 谢谢 把话筒交给这位 坐在最前面的一位女士 刚才她想对我们三位 进行批评 是吧 好 话筒给你 你是唯一 我站起来 把话筒递给你的 一位听众 没有 不敢了 完全不敢了 那个 我没有 我在这个徐老师讲之前 我是觉得 两位老师好像并没有 抓到这个 他可能 其实我想叫孩子 高一的嘛 然后我觉得他主要是 想提的一个问题 他很感兴趣 他现在在用的一种方式 会数学建模的方式 来去分析国际实证 那这样的 我觉得他的点 其实是非常好奇 我们国家这么大的一些 宏观的战略也好 对外的这些政策也好 是有没有 用一些相对来说 更为数字 数学 我可以负责 没有 都是拍脑门拍脑袋的 我并不激动 但我想站起来做一下总结 因为时间到了 还是引用咱们国家领导人 在涉及中美关系的话题的时候 经常说的一句话 中美 和则两利 斗则两败 如果说中美过去的42年呢 我们经常用 这个非敌非友 斗而不破来形容 那我觉得今天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这个你说我们之间朋友们 肯定谈不上 是敌人吗 其实美国的学界 政界也在小心意 一直在定义着 中美之间的关系 也很谨慎 避免用这个anime 有些人是用这样的词 这个卡内基 是美国很著名的一个智库 卡内基的这个 中国部的主任 Douglas Powell 在大概七八年前 三亚一个会议上跟我讲 他说中美关系呢 因为今天的题目 叫摆脱困局 叫存与共存 live and live 然后how to break away the dilemma 他说中美之间 有四个热点吧 非常危险的 这个flashpoint 一是朝鲜半岛 一是钓鱼岛 一是台湾岛 一是南海 那么这四个 geopolitical flashpoint 哪一个最危险 哪一个燃点最低 其实拜登上台之后 我发现 以新疆为例 以香港为例 他让中美关系 感觉最危险的一个地方 是价值观 价值观的困局 所以他搞价值观的同盟 跟美欧 跟欧洲其他的盟友 伙伴 试图重建 被川普总统 伤害的 心寻淋漓的 多边关系 或者双边关系 这个 还是 让我们 风物 常以放眼亮 对于中美关系 我们觉得 还是应该动态地去看 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然后呢 我觉得 放下幻想 安心地 安静地做好自己 然后心中永远默念 至少我自己这样想 优秀的对手 一定让我们变得非常强大 感谢各位的陪伴 感谢三位台上的嘉宾 我们这一场 摆脱困局 存与共存的 中美关系的研讨会 在北京耶路中心 到此为止 感谢各位 谢谢 感谢